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 只要您放过我 我就把它骗进陷阱里 让您吃掉它 狐狸小心翼翼的回答 狮子答应了 并且听狐狸的话先躲起来 狐狸追上驴子后 三言两语就把它骗进陷阱里 驴子在陷阱里怒气冲冲的大吼 可恶的狐狸 你这样出卖朋友 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狐狸尖笑着说 亲爱的驴子 我的朋友 如果不出卖你 我早就被狮子吃掉了 这时候 狮子突然冲了出来 大吼一声 扑向狐狸 狐狸 狮子大王 你不是答应我 只要把驴子骗进陷阱里 就不会吃我了吗 狐狸被狮子的举动吓得浑身发抖 狮子笑着说 刚才放你走 狮子是为了让你把驴子引过来 现在 你已经完成任务了 我打算先吃掉你 再吃驴子 就这样 出卖朋友的狐狸 反而先成了狮子的晚餐 小朋友 今天的晚安故事就到这里咯 晚安 心爱的宝贝 祝你有个好梦